最近消息 中國漁船在金門外海翻覆事件 到現在已經半個月了 還是真相未明 沒想到今天立委 汪定宇就爆料 說中國要求海巡到對岸受審 國務院長立委 陳玉珍也立刻做出了澄清 他認為 應該只是釐清案發的經過而已 相信狀況 交給直覺 好 傳說那一關新中國的三五船 在金門翻覆的意外 昨天呢 我方跟中方來進行第15次的協商 不過呢 會後依然是沒有結果 而且我方的部分海巡人員 是已經撤離了金門回到了台灣 也被解讀說 那這樣子是不是談判來破局 而且呢 民黨立委 王定宇呢 更在臉書上面爆料說 是因為呢 這個中方的代表呢 希望說 我方的海巡人員呢 來到對岸來進行訓問 那王定宇是認為說 如果真的要讓我國的海巡人員 到對岸訓問 是不是代表我國呢 以後呢 就喪失了這個主權 而且呢 中國的執法的這個船隻 違法的船隻呢 只要進到我方的海巡的這個管轄範圍內 是不是海巡就沒有辦法來進行取締 不過國民黨的金門立委 陳玉珍也反駁 帶您再聽 我想這個王委員可能不了解 整個事情的實情 因為我也算是有部分參與 所以我知道大陸的那個希望是 就像 我講清楚一點 他們是希望說 可以跟這幾位的當事者 就是海巡 往生者的家屬 希望可以跟這幾位的當事人 就是我們執法的海巡的弟兄們 可以當面跟他們請教 當時的這個情形到底發生了是什麼事情 這就好像發生車禍 你家有人被撞死了 你們家裡的人總是希望問一下那個開車的那個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撞死我的家人 其實這是陸方的訴求是這樣子 並不是說什麼要去詢問還是怎麼樣 但是當然我們海巡 金門的海巡既說 我們保護我們金門的這個海巡弟兄 所以說讓他們第一線的面對面 可能也會造成他們心理上的壓力跟影響 所以說也就婉拒這樣的請求 好 誰可以聽到陳玉珍強調說 這並不是事實 對岸並沒有要求我方的海巡人員 到對岸進行詢問 而是死者家屬希望能跟我們的海巡人員 進行見面 希望可以當面了解到底翻覆的當天 是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親自來向他們詢問 也是說其實談判並沒有剝裂 而是因為今天海巡人員 要來到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 因此才前一天提前的回來 來進行準備 他們的這個陸方都還在金門 希望等待後續的結果 那講到這個專案報告 其實今天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 也是激烈的攻防 因為趙偉高金素梅是展開了這個專案報告 邀請海委會主委管碧林 以及陸委會主委邱泰山 來進行專案報告 但是因為這個名稱 就引發了非常多的爭議 高金素梅把這名稱定調為金門撞船案 讓海巡跟管碧林是相當不滿 更改了這個專案報告的名稱 那其實這也讓國民黨非常的不滿 而且高金素梅還爆料說 管碧林昨天傳了兩封簡訊給他 那第一封就是為了改變這個專案報告的名稱了 來像他有點像是致歉的感覺 來像他說上棋涼茶 那其實呢 這個高金素梅後來也回應說他接受這樣子的說法 不過呢他也是在更爆料說 後來呢 管碧林還傳了一封簡訊給他說 他自己非常關心的是 海巡裡面有非常多的原住民同仁 那升遷的事件他是非常關心 讓高金素梅是批評說 這樣子是不是要利用原住民的升遷來交換 這個這個書面報告的名稱 不過這個這個管碧林呢也是 駁斥了這樣子的說法說 這樣子根本邏輯不通 因為他已經接受了上棋涼茶這樣的說法 而且他也是真的來關心原住民同仁的深遷問題